你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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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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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闹了半天 人是姓顾子抓的 这王八蛋 是铁了心当汉奸了 太过求荣 不得好责 都不得好责 正是不得好责 你们应该知道 在强者面前只能臣服 你们只要接受我们的统治 不与我们为敌 就不会受到伤害 记住 没有人能够阻挡日本军队的脚步 那些是独反抗的人 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死亡 但是 总有一些人妄图反抗 甚至进行阻挠和破坏 对于任何想挑战我们 容忍敌县的人 他就是最好的榜样 狗韩剑 狗韩剑 真不要脸 当然 这次能够成功地抓获 这名抵抗分子 我们新上任的保安队队长 顾先生功不可没 所以我借到七川大祖的命令 前来给顾与礼顾先生 予以通报和特赐加价 并赏金一百块大洋 一百块大洋 一百块大洋 舟下千万有关 顾先生 都限台阵栽培 颍剑 颍剑 这我怎么是招了 她的 识 卖骨贼 他也不予的好死的 这不是戴家大小姐吗 什么 就是个对人 对对对 就是他 我认识他 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尤其和输的一家 就是 卖一位 你看看 什么好人 是不是 卖一位 什么东西 卖一位 让一下 让一下 就这好点 我求人了 随您得 对 这个东西 各位学学 造报应呢 太君 怎么了 我为神 走走走走 看守凡人的职责 就交给你了 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 谢谢太君对我的信任 来 犯人给我开好了 激励这点 是 对了 鬼子没给你带来麻烦吧 这个你放心 论游击战 这小鬼子还真不是对手 我这次来 除了看看你们的情况 还有苏眉的伤势 还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 你说 南京沦陷三十万同胞 整整三十万同胞 都被日本人残忍地杀害 可这日本政府 他们不承认 这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撑着一切 都是我们自己捏造 可耻的日本人 真是卑鄙 好在我们的情报人员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 冒死拍下了日军 杀害平民老百姓的照片 为了把这些照片交给国际友人 在国际上招使日本人 对我们中国人犯下的滔天罪行 我们的上级指使我们 把这些照片带往上海 秘密交给我们的国际友人 可中间出现了变故 什么变故 是这样 我们的情报人员老曾 作为街头人秘密前往宫南 计划从宫南水陆前往上海 可是呢 这个老曾暴露了 被日本人抓了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 日本人一直没有新的动作 我们怀疑 日本人他们在守株待兔 等我们的情报人员出现 一定是这样的 我们必须向这个情报人员 做出警示 可是现在 我们没有什么办法 为什么 这个情报人员 他的身份极其隐秘 除了他的直接联络人 没有人能够知道他是谁 联络点的周围 全都是日本特工 没错 我们没办法接近这个联络点 而且按时间推算 情报人员明天就要到达宫南 政委 那你打算怎么办 如果实在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来应的了 无论如何 我们得把情报人员 从这陷阱中救出来 你的意思是说硬拼 对 我这次来 就是想向你借一批装备 你知道 我们这新四军的装备差 和日本人没法比 无法形成真正的对抗 这样不行 什么 林孝 你什么意思 不是说好了一起打鬼子的吗 我不是说不肯借装备 我是说硬拼不行 据我了解 宫南驻扎的日本人 比宁少县还要多 如果是硬拼的话 我们占不了便宜 可现在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呀 兴许还有其他办法 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 时间紧迫 我打算立刻就动身 算我一个 那当然最好 我和你们一起去 不行 你不能去 你的任务是养伤 如果你再受伤的话 我救不了你了 谁稀罕您救 苏美 林兄说得对 磨刀不误砍柴宫 你就好好养伤 以后打鬼子 机会有得是 那就这么定了 既然是深入敌后的话 我想去太多人也不方便 我就带几个 我身边的兄弟就行 好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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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